在今天结束之前 台长这个人特别喜欢讲几个笑话 让大家开心一下 实际上学佛很开心的 并不是说一点不开心 现在时代在变化 营销也在不断的创新 台长讲一个笑话 大家知道现在有叫 汽车开过来了 有人假装躺在前面 那叫什么 碰瓷 对不对啊 有一辆宝马车正在拐弯 突然一位大妈在车旁倒下来了 司机吓得脸刷白 有边上一个小姑娘 看见这一幕义愤填膺啊 冲过去冲着那个老妈妈说 掏出一百元 往这个大妈前面一扔 大妈 你不要再装了 你钱掉了 这个大妈 啪的爬起来 拿着钱就走掉了 司机看见大妈的背景 背影啊 感动的对小姑娘说 哎呀 小妹妹真亏有你了 真的不知道感谢你了 口中掏出五百元 硬塞给了这个小女孩 看着远去的宝马 小姑娘掏出手机 喂 奶奶 下一个路口 有一个很好玩的笑话 说的是导游的导词 可以把人吓死 导游的导词 说旅行社一个导游 大家听好了 挺好玩的啊 旅行社的导游 他说了 乘客们 你们好 我代表我们著名的旅行社 叫翻跟头旅行社 对大家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汽车状况 大家乘坐的这辆车 作为报废的车 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 由于没有车闸 停车时 必须与其他的物体相撞 才能停车 这位是我们的司机师傅 他创下了12分的事故记录 平时需要喝两瓶白酒 才能开车 本车没有速度表 如果您的上牙和下牙 打在一起 那速度是40码 如果汽车的玻璃窗飞出去 那速度就是80码 如果车轱轱 如果车轱轱掉的话 那速度就是120码 如果车顶飞出去的话 那我们就到了最后一站 天堂 所以我中心的祝愿 各位旅客旅行愉快 身体健康 现在请大家写遗言吧 没办法 一个笑话讲了 人家不笑 我也没办法 反正把佛法讲了就可以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们人的观念经常会想 每一件事情 我们从中 我能得到什么 因为现在的人呢 做一件事情 首先要想 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有什么利益啊 因为你私心就会产生烦恼 因为你怕得不到 你会难过 所以你心理学上讲 你想得到它 你一定会害怕失去 当你得到了 你又害怕失去 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 你又害怕得不到 所以不要去想得到它 你就没有压力 所以压力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一个人 如果你心态好 你就整天活得很开心 我知足了 我开心了 我比别人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精神快乐 不会失落 恐惧 烦恼 如果你的心 失去平衡 你就会变得焦虑不安 我们刚刚到澳洲去的时候 很多华侨说 我只要有一个unit 只要有一房 两房一厅就够了 但是他们到了澳洲之后 哇塞 看见那些澳洲人 这么大的豪宅啊 拼命的贷款 几百万买房子 到现在还没还完 当我有一次看到 我一个同学的时候 他样子 老得不得了啊 因为他开着出租车 他实际年龄 只有四十几岁 但是看上去 绝对六十多岁 因为他正在攻着 一个海边的房子 所以你喜欢什么 你就被他绑住了 你喜欢一个人 你被这个人绑住 你喜欢这个女人 你被这个女人控制住 你喜欢儿子 你被儿子控制住 你喜欢钱 你就被钱控制住 你喜欢房子 你就变成了房奴啊 所以平平安安 就是福 知足常乐 那才叫福禄寿三泉啊 那才叫福禄寿三泉啊